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嗆嗆三人熊 嘉惠博士 又見到你想見的人了 每天想著 想著來跟你做節目 我在書展見過你 我們還故意拍了一張照片 放上微博 我說我們兩個中間 終於沒有文濤了 但是現在最終還得有我 沒有你就沒有我們 會說話 會說話 加分 加分 這個就是藍精靈 最近你知道電影也很火爆 有這個藍精靈的新版 還有變形金剛的三 還有這個 哈利波特的最終集 藍精靈台灣也放 我們叫小精靈 我們叫藍色小精靈 所以我們那個歌 你們不知道 片頭曲好像不一樣的 我只記得裡面 他們會唱的那個 一群小精靈唱那個 啦啦啦啦啦啦 那個我聽得懂 但是你那個片頭曲 那個中文版本的 好像跟台灣不一樣 這個電影在香港 一直不太流行 這個是很多卡通電影裡面 最冷門最不流行的 可是藍精靈三個字還蠻流行的 是一種毒品 那種毒品藍精靈 所以我不給我女兒去看這個片 對對對 加分博士這方面都很有體會的 這個說 但是確實在大陸很火 很火 很火 而且印象深刻 我們有幾個特別印象深刻的 可能都像你說的 就是在外邊吧 不見得是特別有名的 這某種程度上 跟我們當年的壓抑 本身引進的就少啊 所以你比如鄧麗君 那都給我們印象太深了 因為除了他沒別人 你知道嗎 然後呢 我記得我們火的是有個叫阿陀木 鐵壁阿陀木 是我們記憶中的 再有一個呢 就是日本電視連續劇 叫雪怡 你知道嗎 山口百惠 那個是是 得了白血病的一個女孩 再有一個是當年的 日本的有幾個連續劇 叫做這個排球女將 對這個香港也紅 這個香港也紅 小鹿純子 還有一個呢 就是姿三四郎 柔道 是也紅 香港也紅 泛島愛在大陸紅 泛島愛是後來紅的 後來才紅 就是說這個歌 你看原來啊 不是他們外國的那個動畫片的歌 對 是當年廣東電視台播這個 藍精靈的時候啊 為他寫的一首歌嗎 哎 中國人為他創作的一首歌 這個作家呀 還感嘆 這個作家叫什麼 瞿從啊 我不認識這字啊 叫瞿 詞作家瞿從 作曲 作曲家是鄭秋風 作曲的 藍精靈之歌 這個曲 曲作家感嘆啊 說我這輩子寫了五百萬字的著作 可是就二十多行歌詞被人記住 我覺得很有意思 但是呢 他這歌詞現在都被篡改了 是 因為現在呢 這個到惡搞的時代 他一演這個電影 你看這網上啊 都開始編各種各樣的版本 有這個小白領的啊 嗯 在那山地那邊海地那邊 有一群小白領 他們苦逼又聰明 他們假扮到天明 然後我覺得比較有意思的是什麼啊 郭美美版的 郭美美版啊 他們穿金帶銀生活在那乾爹的大房裡 他們每身就愛上網曬寶貝 這是網名積極改 然後放在想 但用的是藍精靈的曲調 所以呢就特別好 你聽說了嗎 最近郭美美的事有新發展 什麼發展 什麼發展 就是傳聞啊 傳說呀 乾爹 是不是乾爹 親爹 親爹 太暴障 以後整個人往後了一格 有沒有 都是你們微微微微微博看來的 這玩意我不負責任啊 我就是說 可以當謠言啊 但是傳的很廣 就是說啊 他說是乾爹 大家都說是男朋友 實際上確實不是男朋友 但也不是乾爹 而是呢 跟他媽媽 真的生了這麼一個女兒 你明白嗎 對外管親爹啊 叫乾爹 就像嘉輝這樣 沒有當他我覺得那個事件啊 他越不把事情真相講清楚的話 種種的聯想就越多 這樣說下去 原來乾爹也不是親爹 乾爹是他媽的親爹 越扯越沒了 原來我才是他親爹 這遊言就是這樣 可能就是故意要讓大家猜吧 寧願猜他也不想告訴你真相 可能真相對他們來說 殺傷力更大 所以就讓大家猜了 而且好了 我們回歸藍精靈 你知道他們現在最近在討論的事情 因為你講到這種男女關係 他們說那藍精靈裡面 你有沒有發覺他只有一個女生 就是藍妹妹 那藍妹妹 我就記得有個沒頭腦和不高興 就是整個村莊裡面 只有一個女生是藍妹妹 而且藍妹妹還是當初這個敵人 就是你們叫做格格烏 格格烏 他把它製造出來 是要來誘惑這個藍精靈村 然後呢本來想辦法誘惑 沒想到這個藍妹妹被解救之後 就成為大家的一家人了 那請問一下藍精靈怎麼傳宗接代 這個精靈村為什麼可以一直到現在 還可以跑到紐約去 這是最近網友也在討論的話題 他有他們的方法 大家太邪惡啦 他們不一定是兩性生殖啊 可能是單性生殖 自己生殖啊 大家認真了 我只是想郭妹妹想到這一刻而已 沒有那個事情啊 在其實不僅對於看到卡通 想到男女的事情啊 不只在亞洲嘛 在美國其實第四例 什麼米老鼠啊 什麼所有的卡通人物啊 都有色情版 都有成人版 還有成人漫畫 成人卡通 全部會這樣聯想 基於說你說只有一個女生 這種我們看每一個幾乎 所有的卡通片裡面 都有這個特點 我們看香港叫叮噹 最近翻譯做什麼多辣夢 多辣英夢 多辣英夢的也是嘛 基本上除了媽媽不算 只有一個女生嘛 大家都要保護她 搶奪她 其實所有的卡通 都是滿從男人的角度 傳統非常傳統的 都是要去保護 搶奪那個女生 那個女生耍一下小聰明 小跳皮 就可以要到她要的東西 其實裡面滿多 可以從性別的角度來看 女性教育 對 那這樣的話 Harry Potter裡面的女生 就聰明很多 因為她是最聰明的 變形金剛 我們本來要談的 那她就真的霧化女生 從頭到尾只看得到一個 臀部跟胸部跟嘴唇 是嗎 對 你會覺得 去看那個大型的3D版本的時候 你就會只記得這個 非常美好的聲音 我看 他們手機上還有一個短信 你說變形金剛3的那個影評嘛 就是大美妞 大美妞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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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就是這個一個東西 變形金剛這個片還真紅了 我是開那個車會躺棚的嘛 我有時候開出去 然後停在紅綠燈前面 我故意按一個鍵 我說停在路邊 一按一個鍵 那個車的頂就打開 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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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好幾次 就有年輕人或是小孩經過 就大聲叫變形金剛來了 變形金剛 就把我的車聯想到變形金剛 男人的虛榮感就出現了 這車買的就很有價值 就那個牛 我沒事 連下雨我都開 神經病一樣 你看了嗎 變形金剛3 沒有了 你還沒看 還沒看 一直想去看 因為我有一種怪批 有一種變態的心理 越想去看 越想去做的事情 越要把它忍住 你知道嗎 我記得以前講過 這是房中樹的秘訣 又忍住 不能那麼快滿足 總有遺憾 這是他教我的 他曾經告訴我一個道理 佳輝啊 高潮之後 是整個人最憂鬱的時候 沒錯 我就不想面對這種憂鬱 永遠要在上坡的路上 但是佳輝告訴你 我那個下坡了 我去看了 他也看了 對吧 變形金剛3 你沒快看了 沒快看了 我跟你講 這個變形金剛3 我為什麼愛看 我就發現呢 我平常跟我周圍的一些朋友講 尤其是有些女生 他覺得說 你怎麼這麼俗氣 你看著變形金剛 他們好像覺得像這個 好萊塢大片 這雙變形金剛2 3 我甚至是看蜘蛛俠什麼的 我都愛看 所有的好萊塢大片 阿凡達 但是我身邊總有一些朋友 就覺得我這個 俗氣 很俗氣 很商業 對對對 沒錯 你讀那麼多書的人 為什麼會去看這種 打打殺殺小孩子的電影 那為什麼 為什麼 咱們廣告之後接著說 槍槍三人行廣告之後見 這個很多事物的發展 你看沒有 它都有一個異化的現象 是吧 就好像你見過周邊林那個電影嗎 到最後這個人 本來是個人 到後來你可能就成了一個工具 其實這個異化的詞 可以指很多事情 所以他們就就說 比如說看這個變形金剛 包括看阿凡達這種電影 有些挺文藝的 尤其文藝女青年會覺得 我不愛看那種東西 好像覺得不夠藝術 可是我跟你說 在電影裡邊要藝術 這是很後來的事情 是嗎 所以呢 從某種意義上講 我就說我愛看好萊塢大片 最牛的大片 我一定不能錯過 因為看文藝片說實在的 我都在家裡買碟看 沒有什麼必要去電影院 而且我給我自己找了一個理由 這個好萊塢大片 真的叫找到了原點 它是這個反本 就是它回到了電影出發的地方 電影這個東西 最早出來的時候 它可不是什麼藝術 它電影最早發明的時候 它更類似於馬戲團 更類似於魔術 一種就像咱們說的 那個最早的照相術 能夠照下來 是這麼樣的一種經驗 它跟那種藝術 完全沒有什麼關係的 所以你今天看 好萊塢的大片 它在這個怎麼說呢 文化層面上講 我認為它正是從原點 它回到了原點 就是給你經驗 只不過是一種現代馬戲 現代魔術 所以我就說咱們可以看看 最早那段兄弟 叫什麼盧米爾兄弟 咱們大家可以有機會看 最早的電影 那個時候人們看到了 那簡直比阿凡達還要驚奇 最早的電影 它拍了一個什麼呢 火車進站 就是那是最早的電影 因為他們發明了 咱們在網上現在就能找到 我們可以看一段 你看你能想像到嗎 就這麼一段 也還長一些 但是就是這麼一個東西 就是近戰的一個畫面 它只能拍一個長鏡頭 它剪輯什麼都沒有 所以它其實是一個技術 就是對於影像技術的 一個革新而已 讓大家放在一個大螢幕上 可以讓大家一起觀看 某一些畫面 看呆了 那個時候人們 都要感覺比看阿凡達 傻了 火車開過來 你知道嗎 它就是像一個魔術一樣的東西 而且你看 從一個源頭開出來 它最後會開出來 比如說有人說了 這部片子 火車進站 開啟了以後電影裡的 什麼傳統呢 現實主義傳統 就它就實實在地拍一個這個 再比它可能稍後一點 幾乎同時 還出來了一部片子 就人們剛發現 這種技術的時候 還出現一部片子 人們認為是什麼呢 開啟了以後 形式主義的傳統 就是說電影可以玩花樣 一直到 你比如說阿凡達 是最典型的 就搞一些奇幻的東西 那個時候拍一個片子 類似於科幻 叫什麼呢 月亮旅行 你還可以再看一段 也是最早的電影 很精采 其實最一開始出現電影 大家除了覺得視覺上面 效果很震撼以外 也有它的哲學的意義 因為它覺得說 時空 時間跟空間 可以把它重新來組合 比方說你看到火車進來 大家當時覺得 在沒有現影機 沒有電影以前 覺得我們只生活在這個地方 這個時刻對不對 這就是我們所能有的一切了 可是當你眼前看到一輛火車 它是在其他地方 而且是以前發生過的事情 這樣進來你眼前的時候 你會感覺原來時間的 空間的概念 它的意義完全不一樣 它是有這樣的震撼的感覺 所以文濤說 現在阿凡達或說變形金剛 回歸電影的版源 它除了回歸到電影影像的震撼的以外 它其實也重新讓我們感受到 時間跟空間重新來組合 像變形金剛完全不可能的事 可是栩栩如生在你前面 你是相信有 你相信這個世界 是有這種東西存在 所以它的的確意義非常重大 或是可以幫人類圓一些夢 我覺得今天我們講三部電影都是 冰淇淋剛剛就像 男生可能真的很希望 我今天的車不只是 只會開這個敞篷而已 哪天真的可以站起來變我朋友 這也真的不錯對不對 女生呢 那女生的話我想 我自己看那個動畫 我覺得很可愛 因為我覺得像小精靈你以前看就是2D版本 他就這麼小在這個電視裡頭 突然他長大 然後呢 可以出現在這個 你生活的周遭 這個在電影裡面是這樣 他出現在這個紐約大城市裡面 然後過著跟你一樣人類的生活的時候 他會遭遇到什麼樣他的 那你看變形金剛這種大片呢 我是為了要跟男人好好的這個交朋友 我才認識這件事情就是 你自己看的不過癮嗎 看了大概也過癮啦 因為我自己本身是電影名 我覺得現在有3D技術 會讓你覺得他就真的站在你面前 而且怎麼可以變得這麼的 這個變得這麼Smooth 就是這麼順啊 就是沒有像你剛剛看的這個第一版的電影 他是那個近戰還有點坑坑巴巴的對不對 就是他不是這麼順的 但現在他可以這麼難的一個變化 這麼細微的東西 然後每一根毛髮什麼 他可以用電腦做出來 就是科技就已經很擰針到一種地步 但是我看變形金剛 純粹真的只是為了跟男人聊個天而已 那你看見大美妞呢 你看見大美妞呢 女人看見了是什麼感覺 身材那麼好的 是 就 這是我對變形金剛三唯一的印象之一 就兩件事 臀 對就是說怎麼可以 都可以激勵我就是 激勵你 激勵你翹臀嗎 對手中的爆米花 應該不用再吃了 就是怎麼可以有人這個屁股 就是這個身材長成這樣 然後第二就是那部車 就那個 女人也愛看這個身材是嗎 是啊 當然會看喔 一定要欣賞一下的 而且他這樣這個 覺得美是嗎 對而且他那個那一幕 你知道他趴在那個男生身上 就是 你沒有看到 你想想看現在這個女生這樣 趴在那個男人身上 在那個床上的時候 多條痘 唉唷 唉唷 我們終於有共同的 共同的看法 是吧 男人和女人 其實都愛看女人 是吧 可是女人 每個人看電影 有它很隱密的理由 像又婷令我想到 以前有個電影 叫金剛嘛 一隻大猩猩 我也愛看 對你也愛看 我不曉得你的 愛看的理由 跟女人一樣 不一樣 我問過一些女性朋友 我為什麼會愛看那個電影 他說喜歡看那個 被一個那麼多毛的 雄性的動物 放在手掌心 這種感覺 他說佳輝啊 那麼多毛 多性感 你知道嗎 對 那女人有時候 我完全沒想到 原來對女人來說 那隻金剛的 最有魅力的地方 在於她的毛髮 對 所以你是一樣嗎 你愛看的理由 她身上什麼多 她就往哪說 哈哈 槍槍三言行 廣告之後見 其實我後來跟很多朋友溝通啊 這個變形金剛三啊 都沒太看懂 哈哈 但是我覺得那一點都不重要 所以這就是說 就說看這種大片啊 去看什麼 哎 我就覺得 我覺得我是在看 人類這個科技極大成 是 人類智慧極大成 因為啊 它不像中國啊 是那麼拼湊的 這樣好點 那壞點 湊成的 好萊塢的一個電影 你比如一個阿凡達 全世界幾百家公司啊 做鑄成這麼一個東西啊 多少億美元 而且就說 甚至你看啊 我看什麼 他們說 你看藝術片 當然你看個故事 看個什麼啊 我覺得這是電影這棵樹上長出的別的果子 但是這種東西 為什麼我覺得這才是正宗 為什麼吸引了全球最大多數的觀眾 所謂的大片 就是因為啊 你看啊 人類科技的最高顯現 對吧 它都是第一流的技術 一個機器人 可以做到這麼一個程度 甚至是 我跟你說一個很簡單的 我那天看就是你看那個哈利波特 什麼七 你說我看什麼呢 我看了半天啊 這個故事也不大吸引我 老實說我看衣服服裝啊 你別看他那個小個啊 那個哈利波特啊 那麼小身子短腿的 他那個衣服相當的合身 但是合身也是 人家戴上合身 很低的要求 你看他西裝 包括他穿一個格子襯衫 我跟你說 我一看就知道 看上去像小孩穿的格子襯衫 絕對便宜不了 你覺得嗎 就是說美啊 包括一個女孩子 她比較casual的時候 在各種場合 穿什麼衣服 你知道這都是全球最高端的人才 他們去研究一個東西 所以我說 這真是就是人類科技的人類一切方面 各個工種的 他們甚至會在這個服裝上面 會講就是這個色彩的搭配啊 如果這整一個是屬於悲劇 那他恐怕在裡面 你看不到紅色啊 或者是這種很飽滿的 亮黃色亮藍色 他就會走比較這個 比較暗灰色系的系列 這其實都是被精心的計算過的 那我剛才說你看這個 你不看劇情 但像這種商業片啊 尤其像變形金剛這種 大家看起來好像只是一種科幻 或者是機器人的片子 但是這是美國人洗腦最好的工具啊 我覺得 他永遠都在宣揚大美國主義嘛 永遠告訴你說 我們美國人有英雄 然後呢 車子一定是美國車 才會變得這麼好 這個外國車都是這樣 被我們變形金剛一打就爛 而且我們又不是說嗎 這柯博文永遠都在講說 Freedom 我們要讓人類管理自己 我們要這個自由 然後裡面就講到那個 共和黨的所有的這個 所有的政策都是 感覺柯博文就是落家輝 對 可是有人倒是說 這個他想去死腦是一回事 可是全球的觀眾沒有那麼低 就是說不要低估觀眾的智慧 對 他看的時候可能一邊看一邊笑 像阿凡達那個劇情爛透了 也是大美國主義 可是我們主要是看那種技術 對 可是文濤剛才不斷強調說 他是人類科技的最高表現 可以換一個角度來看 影像可見 換一個角度來看說 才剛開始 現在這種3D這樣 才出階了 真的出階 對 再等十年的時候 他更不能 不可想像 即刻他們有幸活人 就這幾十年 接著下來為您播出 珍寶總動員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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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